嗨 大家好 我是仙仙的阿嬤 今天阿嬤要来分享一道这个螃蟹咸粥 这个更简单 比那个芋头粥还要简单 竹笋粥还要简单 阿嬤是有用高汤 苏木鱼的 你们去买这个 这个很便宜 三斤才一百块 阿嬤已经有熬好了 一杯的米是六杯的这个水 三杯米在三六十八 这里已经有十八杯的在这边 给它稍微推动一下 好 让它滚 盖着给它滚三分钟 我们三分钟已经到了 那滚了 把这个盖子盖起来 我关掉 焖半小时 那阿嬤这个半小时的时候 我来准备一些材料 还有处理这个螃蟹 这个是母的 母的是这样圆圆的 公的它是这样煎煎的 处理好了 阿嬤要来给它刷洗 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煎 还十度要炒 怕肉那个阿嬤没有 阿嬤是前天弄断掉 给它拍开 下去煮 然后等一下要吃 要吃也要够处理 螃蟹的蛋阿嬤要给它挖出来 挖出来 等一下放在那个盆里里 大家都吃得到 切开 它这个流出来的 你给它放这边 放这边 两块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可以煮到三碟 这两碟很大碟 半五小时了 阿嬤要来把它打开了 这个鸡蛋 把它放在里面搅搅 它搅的鸡蛋 你不要这样用口味 但是阿嬤觉得这样的比较香 它的螃蟹这个肉 都给它放进去 那这个也把它放进去 你说有的人他喜欢吃脆脆的 有的人喜欢吃汤多一点的 看你们自己本身喜欢吃怎样 喜欢吃汤多一点 你们可以自己再加下去 那盖子盖起来让它滚 中火再滚三分钟就好了 来我们煮三分钟到了 就这样脆脆 来阿嬤要放姜丝 金丝 调味放一点M8 不要下一次下很多 这样子不够再加 放一点点米酒下去 来炒手 蒜苗 这样就够了 还有芹菜末 红葱丝 阿嬤有教你们做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胡椒粉 咸粥一定要胡椒粉 胡椒粉你们要吃辣一点 你们就多放 不要吃那么辣就少放 好给它搅拌搅拌 那你们自己现在就可以试试你们的咸度 阿嬤会放香菜 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的人也可以不放 那阿妹这个咸粥已经煮好了 来给你们看 这个肉肉在这里 它的饺子在这里 完成了 阿嬤把锅关掉了 螃蟹都煮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 你们有机会 你们就自己做来吃看看 这以前阿嬤在有一个台北的餐厅 觉得蛮好吃的 那你们试试看 那今天的影片拍到这里了 那你们有在做这道菜 拍到那个社团器给阿嬤看 那现在平日先生说要用一些国外的啦 国内的旅游的来 都会有一些断断细细的影片给你们看 加入一样会有我的影片 平日是有一些我们在旅游的影片 希望你们喜欢咯 那订阅先生大载会 拜拜 老子 我 这个 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